分享索尼PS5两个奇葩的操作 这个月索尼PS2党会员赠送了一个游戏 命运2的DLC叫协计魅影 翻译成英文就是巫师王后 巫师女王 刚开始进游戏的时候 这显示的是下载 但是当你点击了下载 这会显示价格 210港币 现在有活动84港币 明明是免费的 但是下载还要花钱 其实不单港富是这样 欧美富的玩家也反映了这个问题 现在一个礼拜过去了 还是这个现象 其实我们都误会索尼了 我下载了这个游戏本体 游戏本体是免费的 点Uption键 点击游戏管理 我们注意看 下面有一个协计魅影的DLC 是可用的状态 其实我们在刚才那个界面 点击了下载之后 它就已经生效了 只不过不能单独购买 需要单独购买你才能够永久使用 据我了解 这个DLC是在进入到某个情节之后 才会触发的 才会进入的 其实我们现在已经得到了这个 奇迹魅影的DLC 只不过它不是我们常见的下载的方法 是内置在游戏里面的 并不是从外面去下载去获得的 或者单独购买的 单独游玩的 好 说第二个奇葩操作 前两天有位同学跟我说 他买了一个月的港服会员 用的微信支付 但是在支付环节 他那个钱包余额不足 没有支付成功 但是他回到PS5会员界面 发现自己已经是会员了 这算是卡bug了 没花一分钱 得到了一个月的索尼会员 但是他内心很不平静 他怕万一索尼什么时候醒过味来 给他把账号封了 现在他已经把钱包冲上了钱 等着索尼什么时候扣款 玩游戏也玩不消停 关于索尼的bug或者卡bug 或者奇葩操作 你还碰到了什么 欢迎写到评论区